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Phone 15 Pro Max要么落后 要么根本不提供这些功能 下面他有个详细分析了Galaxy S24 Ultra 相对于iPhone 15 Pro Max的七个关键优势 如果你想要智能手机上尽可能大的显示屏 那么除了可折叠手机之外 6.8英寸的Galaxy S23 Ultra已经足够大了 虽然比iPhone 15 Pro Max多出0.1英寸并不算多 但加上其他显示优势 Galaxy S24 Ultra可能会获得或继承 首先 Galaxy S24 Ultra会提供像S23 Ultra一样的QHD分辨率 略高于iPhone上的Super Retina XDR显示屏的分辨率 以2500nit的峰值亮度 击败了iPhone的2000nit亮度等级 iPhone 15 Pro Max上的120Hz显示屏非常流畅 Galaxy S23 Ultra上的120Hz面板也是如此 但Galaxy S24 Ultra的144Hz刷新里会更好 在滚动菜单或玩支持的游戏时提供更好的体验 Galaxy S23 Ultra相机上的200MP主相机 已经和iPhone 15 Pro Max上的48MP主相机 拉开相当大的距离 三星会在Galaxy S24 Ultra上 将这一点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并配备更大的传感器尺寸 宽度会达到1英寸 无论您使用Galaxy S24 Ultra选择 以哪种分辨率进行拍摄 它更大的传感器意味着会拥有更明亮 更丰富多彩的照片 当您可以在一部手机上 同时拥有iPhone 15 Pro的三倍变焦 和iPhone 15 Pro Max 5倍变焦时 为什么要在iPhone 15 Pro的三倍变焦 和iPhone 15 Pro Max 5倍变焦之间进行选择呢 Galaxy S23 Ultra的十倍变焦摄像头 已称碾压态势 但目前有消息称 下一代三星S24 Ultra或许要 砍掉这颗10X长焦 爱兵宇宙爆料称 三星S24 Ultra将升级主射 虽然依旧为两亿像素 但预计型号会变更为 三星ISOSAWICH P2SX 预计会进行相应优化 同时长焦镜头 除了继续保留原来的 10MP3X长焦镜头外 原来的10MP10X长焦 或将变更为一颗 50MP5X长焦镜头 具体情况还是需要等到 真机发布后才知晓 如果您经常在手机上 执行多任务处理 那么您会对Galaxy S24 Ultra 高达16GB内存的传言 感到兴奋 这可是iPhone15 Pro Max的 8GB内存的两倍 虽然Android和iOS 使用系统资源的方式不同 但16GB内存 会对你同时使用的应用程序 产生很大影响 上后台的情况也会大大减少 不至于切换APP 页面的时候 返回前一个直接重新打开 即使在Android手机中 也是独一无二的 Tiger预计Galaxy S24 Ultra 将保留前几代 Galaxy S24 Ultra上的 那只S-Pine手写笔 S-Pine是一款主动式 蓝牙连接手写笔 可帮助您在手机上汇图 即笔记和远程控制各种功能 与在iPhone上用指尖涂压相比 其准确性和多功能性要高得多 这也会让用户 有种在使用平板的感觉 同时 需要用手机办公的用户 会感觉更加方便 三星的45瓦并不是最快的 并且很可能不会在Galaxy S24系列上升级 但它仍然比iPhone 15 Pro Max提供的27瓦 最大功率更快 Galaxy S23 Ultra在45瓦充电半小时后 电量达到57% 而iPhone 15 Pro Max 在使用20瓦充电器的情况下 在同一时间内仅充满41% 因此不难想象 Galaxy S24 Ultra充电速度也会比iPhone更快 虽然说现在许多厂商 例如小米 Oppo Vivo的手机 充电速度都上了100 并且也没有发生什么危险 但有些用户还是会疑惑 这么快的充电速率 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这时候三星的45瓦帧好处在中间 勾用的情况下 还延长了电池的寿命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会在明年的三星发布会上 如何选择自己的iG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